今天要和你們討論有關《Writing Passages》的事情 我們今天有兩個重點 分別是做短時間控制 以及在文章類型的變化之前 先和你們討論一些統計 大家在畫面看見了歷年多年的《Writing Passages》 其實是不想著逐個打開的麻法 看看這個表表就足夠了 這個表表可以拿歷年的哪個《Writing Passages》 和《Writing Passages》的數量做了統計 即使說短文章也可作為一片 例如2016年它其實是有五篇短文 較長的兩篇都不夠半版, 構成了B1 給你們看一個趨勢, 由較少的文章 即111 121 111 以至一直到2017年打後 基本上都肯定是有兩篇的組合 即是不會就是111 所以你見到2019年的B1都有三篇 所以你有一個準備 就是你們考2020或2021 甚至是打後DSE 你就要小心 如果一個部分是一篇長文 還是有一些短文斬開的 你的處理手法會有少少不同 是否可以 因為你看文的時間 都是固定的 意思是你90分鐘這樣計 其實我就有少少時間 控制的建議給你們 如果AIMLV4、LV5的同學 建議你有40加50 即是說是B2 就用50分鐘做 跟著如果AIMLV3的同學 就一半一半 Whether你做B1還是B2 視乎你看文章之後的感覺 你覺得B2是看得明白的 那你就可以做B2 如果你覺得看完B2之後 不是很拿到一個重點的 就是做B1 OK? 那甚至如果同學 立東西立得快的話 可以在他叫你check卷的時間 偷偷地看一下B2 可能假裝check 這樣看多幾個東西 可能你已經決定了 做B1還是B2 OK? 因為考評局的官方指引 就是你們 應該是事先考慮 做B1還是B2 那我認為你們應該是 首先知道自己的水平 即是如果你考之前 已經知道自己很大機會 拿到LV3或者以上的話 其實你就應該用這個策略 臨場才決定 你是做B1還是B2 OK? 因為你如果做 例如B1是看得明白 而B2是看不明白的話 其實你可能做B1 拿到高分 可以去到LV4 但如果你是做B2 看不明白 其實可能有很多 基本的問題 都會答錯 抄錯的話 那你可能就 反而掉到LV3 甚至掉到LV2 OK? 好了 如果AIMLV2的同學 建議你放多些時間 在PartA 50加40 原因就是 其實PartA 是深過PartB1 OK? 明確你知道這一點 那另外一個重點 想和你們說 就是如果你不是LV4 5的同學 OK? 即是可能你是AIMLV3 AIMLV2 就你要注意 右邊這一點 就是Type1 或Type2 的題文 因為Type1 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一些 抄寫類 一些比較 即是叫做 在事實層面 去文章找回答案出來的 OK? 而Type2 就是要抄寫 這些資料以外 要確定 你一定要做回答案 就是 做一些解讀 詳細 怎樣去做 看回我們之前 另外一段影片 OK? 那如果你是AIMLV3的話 可能你 在Type1 就要很牢固 OK? Type2 你也要知道它的技巧 但對比之後 你跟AIMLV4 5的同學 不同 就是Type2 方面 你的掌握不需要那麼強 可以嗎? 這是一個現實的考慮 然後 如果你AIMLV2的話 你是Type1 的題目 一定要很清楚 怎樣作答 OK? 如果你真的有困難 你可以留言給我 我再看看 怎樣給你一些方向 這就是 時間控制 其中一個 今天想說的重點 另外一個想說的重點 就是一些 text的種類 OK? 甚麼是text的種類呢? 例如我們 以近年少少這樣說 2019年 部分A 其實你會看到 一些類似 magazine article 你會看到 一些小標題 然後 有少少的內容 放在這裡 OK? 有 sections 行不行? 然後 部分B1 你會看到 類似是一些 我猜是 一些 我猜是 一些 好像是 一個 Screen Cap 掌握了給你看 至於text3 你看到 這個就是一些 很典型議論文式的設計 行不行? 那text4 就是一個 Letter to the Editor OK? 然後 然後 就 part B2 今年這個 其實你會留意 它出了自傳的 OK? 這個是一個作家 自己的 講述自己的 一些經歷 OK? 那你都感覺到 咦? 原來都 如果考慮了 A B1 B2 其實 考評局選的文章 都幾多樣化 那 如果我們看 2018年 上次我們 都用了 2018年做例子 首先 就是一些廣告 advertisement 然後 還有一些 我想都是一些 類似 magazine article 那類的 然後 如果是 剛好B2 先出現 一些 雜誌類 比較嚴肅的雜誌文章 還有一些 記錄文 一些 小故事 那些 如果B1 它出了些什麼呢? 這些 Question Answer 就是一些 一些 不要說 Question Answer 這些指引 其實都是背後 解答的一些問題 不過它沒有 放一條 還有一些 magazine article 好 接著我們再看 2017年 部分A 就是一些 議論文 說recycling 然後部分B1 這份 主題 首先有一些 slice PowerPoint Slice 比較簡單 內容 還有 Text 3 就是一些 比較 都是像 magazine article 論說成分的文章 OK 然後 還有 2017年的 B2 就是一個 報告 看到一些 sections 有些headings 如此類推 好了 看完了之後 你都會看到 其實小蘋果選的文章 都不像 以前高考年代 是很簡單 全部加議論文 OK 因為如果 如果 比早期 例如我們看 2015年的 那 考評局 選擇2015年的 文章 是怎樣的呢 首先 畫面所見的 Part A 就是一個 訪問 就是 Question Answer OK 接著 B1 Winner Statement 即是 證人 功詞 即是 六口功 接著 下面 見到 Cars 這些就是 異類文 可以嗎 即是有些 論述成分 2015年的 B2 這個 留意 他有個 標題 有個人 他沒有說出處 原來 後來 好像連報 說回 這個是一個 Speech 即是 Speech 即是 這個人 其實他裡面有 暗示了他的身份 是一個大學的 校長 OK 即是他暗示的身份 就是他在大學教書 OK 好了 所以看到這裡 就有什麼技巧 想跟你們說呢 首先 就是 如果你是看 Narrative 即是 短篇小說等等 那些不聰明的話 自己看上一段片 上次又教到 怎樣去推敲 那個故事的來龍去文 以及一些 個別的字的意思 好了 如果你說 想練好一些 看論述文的技巧 其實就 如果你再看之前 可能 除了是 DSE 以外 其實都有很多渠道 包括了 如果能力較高的同學 其實你是可以去看 一些 叫做 Output 即是教師與文能力平衡的 一些文章 OK 但如果你說 你能力不是說 Golf Type 即是五十五星 不清晰的同學 那你就自己要定立 一個很清晰的目標 OK 當然 DSE Part A 就是一個指標 即是無論你是 A 什麼 Level 你DSE Part A 都要是 建立了一個足夠的閱讀能力 但如果你說 我如果是Aim At 可能 Level 3 4 的話 其實你不妨可以試一下 拿回以前高考卷的 即是可能 近回 2013年最後一屆高考 近一點的 年份 那些文章來看 OK 因為那些文章 其實它的主題 出題方向 基本上就是一路承接了 到了DSE 現在的制度 OK 但如果你說 你的能力上 卡在三和四之間 這個位 其實我建議你 將你的 體文的準備 放多少少 在DSE的卷別身上 OK 即使你不是打算做B2的話 我也建議你們 就是做回 DSE的B2 練習一下古文 古字 古的意思 一些技巧 行不行 OK 所以這個就是 考評局去選文章 其實你見到 趨向的 varieties 所以你 如果你是做 B2的同學 其實都可以考慮 就是看一看B1的文章 因為B1的文章 雖然它可能 難度是會較低 提問方向 都是以Type1 即是抄寫資料 找出來為主 較少Type2 推敲類的題目 但是 你去看B1 其實都可以 可以 展示自己 看多些 不同種類的文章 OK 所以 簡單做個總結 時間的控制 看看自己的能力 決定 你是用什麼 什麼時間的方針 如果卡在Lv3 這個位置的同學 你就決定 B1 B2 我們剛才也叫這個方法 如果你是Ame Lv2 的同學 就放多些時間 在你的部分 因為A是深刻 B1 OK 如果你是準備 不論是2020 或者是其他年份 DSE 都記住 剛剛所說 文章的 Varities 其實是變得很厲害 行不行 所以 都有 準備 這段片之後的DSE 可以保持有些新的類型的問題 走出來 OK 好了 都希望今天 這個 的 小小的 考試催小的分享 就幫到大家 OK 如果有任何英文 考試 DSE方面的問題 都歡迎在留言 去問我們 如果你有其他英文方面的問題 當然也歡迎在 下面留言 讓我們知道 今天就這麼多 多謝大家收看